好了,今天未來就想和大家玩一隻超大,超大的 這隻超合金雲GX103的三色肌龍 真是頗為之巨大,大到很恐怖的這個盒子 差不多我記過來都佔了一個順風6號箱 可能差不多一半 大家對比一下我的手 這個盒子就很漂亮的 這隻其實如果你們理解 就可以理解成為一個放大版的SHM 先把所有東西都倒出來 它分了兩層的,第一層是主體 第二層是支架 這隻說明書 我們逐格逐格看 先看這個說明書 它是在箱裡沒有組裝到手 有的 這隻呢 亦都比SHM大些 那我這隻是沒有電池的 為什麼呢?因為它既國外是不 順風是不允許有電子和電池之類的 所以這隻呢,我是暫時沒有配電池的 所以就是這樣 那我們先看看 先看這一部分 這個就是支架 簡稱地台 地台 開箱之後 我拉近一點給大家看 這次直接用地板來防築背景 因為太大盒 就分了兩個鍵位 它大概類似應該是 這裏 這裏 這樣套了下去 類似是 然後再這樣裝 兩邊都是 類似是 類似是 有一雪一 好不好 你們去衡量 這裏 地台方面 我個人覺得 就 大概是這樣 那 我個人覺得 地台也挺漂亮的 老實說 就 中間 這裡應該還有一個支架 但我不管它 那 地台暫時就 放在那邊 我們來看看重點 那 講起三色機龍 最重點 莫過於 本體 本體方面 就 分別配了一隻 它是配了第一套裝甲 即是 這一支 三色機龍 最標誌性的這支炮 這支炮 可以是屈 動的 大家聽到有些超人關節的 整支配置上色都很漂亮 它這些炮口玩 用了一種類似灰灰的構造 整個藍色是有些少 即是沒有什麼電鍋式 亦是比較偏藍色 那 那 就有兩個手型 這個 替換件 這兩個件 就直接 跟SHM 是一模一樣的 就直接放在手臂上 那 會不會好像SHM 那麼容易 跌出來呢 那就 轉頭 給大家再看 那 這一層 我就是 不打算開 不 也要開 因為要拿這個 開了 想爛一點點都不行 那 這一層 分別是兩個 替換表情 其實三色機龍 是沒有替換表情 所謂的替換表情 其實就是它換的眼部零件 這兩把刀 就是 裝在 這隻手的 這個 前面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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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條 電線 就是 那 我們重點是用這個 這個是要裝手部用的 那 那 看完表情 一個 一個 紅色 還有一個 修復後 一間間的這個 我幾喜歡這個 到時應該會換這個 那其他這些我就不介紹了 那 另外 其他配件方面有什麼呢 就是 一個 替換的 空夾 戰損空夾 整個都是膠 但是 有些細節是OK的 那 這個 一看承認了就沒得屈 的 其實都足夠了 還有一隻替換的手臂 手臂這個位置 就設計上是跟SHM不同的 SHM就是一條鐵棍 它是一個膠 會不會容易爛呢 就是後話了 那我們來看看 就是 那 那 就 還有一隻就是它的手臂 手的可動 那 就好了 就拿了一隻 本體出來 本體方面 就 可謂大隻 真的好大隻 不是開玩笑 那 叫我做放大版的SHM 都 不為之過 那它呢 就有一塊防儀式紙 直接 放在那個背棋上 那 其實 大家看看 它的構造 都跟SHM 是很像的 那我們先安裝了一隻手臂上去 那它有膠袋 就是類似防儀式的構造 那它就要把這個黑色的齒輪 先安裝了下去 我看它有沒有分前邊和後邊 那三色肌龍 因為我本身真的很喜歡 三色肌龍這個問題 所以 這隻呢 一出我就 叫人幫我留了一隻 那應該是沒有分前後左右的 那我直接 先安裝了 安裝了之後就是這樣 那樣子呢 總體上我個人覺得 是比那個 叫 SHM 的比例 是漂亮少少的 好凍 其實都是一樣差的 那 老實說 三色肌龍 都出得到 七合金雲呢 我估計 那隻叫什麼 生奶泛兒版 那隻應該都安排在路上 或者機械哥斯拉 都安排在路上 如果出我應該都會買 這隻腳的可動性是較差的 就是我指可和性差在這個位 其他其實都差不多 那這裏有 哦 這裏有關節 那個叫什麼 SHM 是沒有的 那你們理解 部分的關節 是比SHM好的 就是可以看到那個 漫代是有一點 用心在這裏 那隻腳這些是金屬 那都不用介紹了 那這裏的齒輪關節 那這裏的齒輪關節 拋出來用不容易呢 都不是很難的 它是直接這樣裝下去 最忌忌就好像 那個叫什麼 鞋子寶那樣 即是直接一裝了之後 拋不出來 即是組合巨人那些 那這裏呢 它是一個 正常可以發光的 但是我這裏就不能發光 為什麼 因為寄給我的時候 那時候 香港倉庫已經幫我 將它那個 電拆了 這個就要裝 那個電子 就是裝 LR41 239 因為很奇怪 順豐不給 既有電池的 那些 物體 那整個東西呢 三色機龍 我個人覺得這隻 是破裂的 很漂亮 那 那 出在超過金雲 我都其實 幾打個突 那 這裏呢 就有點像 SHF扣造 那隻手腕關節 那 之前和大家說的這個位 和這個位 這樣套下去 正常應該要拔掉這個 如果我估計沒有錯 奇怪了 毛錢拔不到的 還是要拔這邊 那 拔這邊 那 扣造 也是和 SHM那隻 一模一樣的 那 裝了之後 就是這樣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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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尾 手感 OK 但是它沒有那隻 那隻 那隻 哥斯拉 機械 哥斯拉 SHM那條尾 那麼順 那 這個應該要拔兩邊 貝奇 我猜是 先裝上這邊 兩邊 兩邊應該是沒有分左右的 這兩個 看看說明書有沒有交 先 嗯 嗯 這裡有寫了 把這三條拔掉 簡單來說就是跟 那個叫什麼 SHM那種構造 一模一樣的 但當然 質量應該是比 SHM好一點 這個也可以拔出來 很奇怪 那 那 究竟它應該是哪個 看看它怎麼裝 先 我還是不太明白 怎麼裝 這部 但是它奇怪了 它正常應該是 是拔這三個 但是 就是這三個 但是我不明白 為什麼它這條背棋都可以拔 是不是全部都可以拔 奇怪 真的很奇怪 調轉 裝回到那個位置 不對 哦 沒有 但是 我真的想不明白 我事想不明白了 只能夠這樣說 那 這個就是 要拔出來 就變成這樣 咦 會不會有可能是這樣呢 它是先讓你 裝了 這個下去 裝了這個下去 但是它是完全沒有卡實的 我不明白 我 不明白 這個構造 應該是怎樣 這裡 在這裡 可以了 可以了 聽到啪一聲 那 裝了之後 再裝這個背棋 下去 這個背棋 它是有分上下 這個位置有分上下 所以正常不會混亂 大概整隻就是這樣 這支電線我沒有裝下去 大概裝了一個顱形給大家看 基本上這支 跟SHM是沒有區別 完全一模一樣 即是如果你們不是 非常非常之喜歡三色基隆呢 這支是完全沒有必要買的 如果你有SHM那支的話 這裡呢 兩邊都要退開 我還沒研究到 這裡 看到 一按 這裡 如果你有指甲就可能好些 一撬開就有噴射位 大概整隻就是這樣 這裡是裝甲狗的 它是有做出來的 但是沒有可動 手的 腳的好動 腳的好動 都是用一些齒齡關節 所以在鬆緊的 可以的 整隻的比例都比 那個叫 SHM漂亮 那就好了 介紹到這裡 我們今期的視頻 就差不多完成了 那下期再玩其他玩具 拜拜